肯定是一直要美下去 我美到120歲 對我來說 我用年齡概念 不管是20歲 30歲 直至現在70歲 我的心裡永遠是一個少女的屬屬 不敢相信吧 比美鳳姐還狂 71歲奶奶有20歲少女身材 堅持不攔黑髮公開年輕秘訣 第一歲的奶奶 第一歲的奶奶 對 有20多歲還年輕 她就太大了 Batesting 哈哈哈哈 一樣大 這麼多多 大陸這位家打扮了71歲奶奶英姿 包養得一家年輕的心態 讓她雖然已經70歲 卻依舊擁有20歲少女般 曼妙身材 極佳狀態的網友們不敢相信 就像我這一套衣服 是我兒子10歲的時候 我買的 現在我生子11歲了 我還沒穿 我有時候我自己是家走路的時候 我感覺我想想要 這一套的穿搭思路是怎麼樣的 我這一套呢 就是我感覺女人味很重 因為一般呢 像我們這個年齡啊 就是有人就不敢穿 但是我覺得沒有不敢穿的東西呢 只要自己喜歡就可以了 我特別想參觀一下你的衣櫃好不好 好的 嬰子姐的衣服都是現在特別流行的 多巴胺穿的 她會調節心情 穿了以後很亮麗 車鞋就喜歡被人家注目 我就是要感覺100個人裡面 第一個就看到我 實際上我的衣服都是小姑娘的 時尚與年齡無關的 絕對無關 我喜歡這種青春一點的 因為這是高腰的 到這裡的 嗯 我不喜歡衣服到這裡的 這個也是很時尚的 非常引人注目 很早買的都是名牌 現在呢不買 因為到年齡了 名牌也追求過了 嗯 所以呢就是適合自己的 把自己的身材打成名牌 是怎麼理解時尚的 我覺得適合自己的就是時尚 我走出去讓人家覺得是時尚 你的頭髮是真的嗎 是自己的 我全白了 為什麼不染髮呢 不染成黑色的呢 我覺得人自然一點好 17歲的漂亮 不是你漂亮 而是17歲漂亮 70歲仍然漂亮 不是你漂亮 也不是70歲漂亮 而是你活得漂亮